另外一个大家都能看到的 就是这个舒适性问题 航天员在天上 这个待的时间长了以后呢 本来他就生活的时间长 而且是个密闭的一个环境 对舒适性的要求 就肯定要比以前要高 我们的现在的这个通道 是也比较宽敞的这个界面 那么这里头的生活设施 锻炼设施等等 它都是可以接入WiFi的 还有一些我们的厨房的 什么微波炉啊 这些热风加热装置啊等等 我们都是用通过手机APP来控制的 这样让航天员感觉 和地面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 所有的这些我觉得 都是因为长期有人驻流以后 带来的这个新的需求 那么也是更做了人性化的设计 和咱们的市居性的这个设计